海軍 後勤誓言指揮部 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發加菜金 慰勞基隆各駐軍單位代表 除了提前預祝國軍官兵 加結愉快之外 對於國軍和師傅保持良好聯繫 協助各項防災防台整備 市長謝國良至上12萬分謝意 我們國軍官兵又要保衛國家 又要替民眾做防災救災的任務 尤其是防災救災這一塊 在民眾需要的時候感受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端午節的前夕 我們非常感謝 並且來慰問跟表示 我們對於國軍官兵的敬意跟感謝 謝國良表示 日前拜會國防部長邱國正 雙方就營區外的環境進行美化 已經達成共識 跟邱國正部長有反應 也得他允諾 就是包括降風街彈藥庫開始 我們會先以降風街彈藥庫為一個標的 他所謂的外強 因為現在都有所謂的這種鐵絲網等等 那鐵絲網也都老舊而且散落 那我就說應該現在有更好 可以保衛軍營的一個方式 並且可以讓美學上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他是非常認同 所以那時候他就吩咐了他的團隊 然後應該也跟基隆的後備指揮部有關 未來要做這一方面相關的美化的工程 所以我想說今天還是公開的要感謝邱國正部長 以及國防部同仁 除了幫我們防災救災以外 也會願意把他的營區跟他的環境 都能夠打理都能夠改善 讓我們的環境能夠更好 市長謝國良和宇在場的國軍 地獎合照 預祝大家佳節愉快 記者黃燒民進入報導